直兴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漫华地区居民最重要的日常交易平台 早市人潮涌涌 一到傍晚就变成了孤寂黑暗的闲置空间 零星的路人 运踏起街的姐姐 视为直兴市场夜晚的日常 新歌的日本料理就选择在这里挂上招牌 来到今天已经超过十年了 在等待开铺的同时 也从不偷懒 那么聚精会神 看来是在研究新菜单增进料理技艺 喂 干什么呀你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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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新歌所选用的海产 绝大部分都是由国外进口的 每日低温 严选直送 他说新鲜两个字 是一家日本料理店生存的最大关键 尤其是这个老城区 客人就特别嘴丢 只不过不是一般都选用 基隆坎仔顶的新鲜布镬的海鲜 为何你这么反叛呢 鲑鱼前挪威 前甘是日本的 都很轻松 对日本生 我现在看到 还没几乎看 其实相较于新鲜布镬的海产 急速冷冻的海产 在食用上更加安全 品质也更加稳定 加上近年生态破坏严重 近海布鲁的海产量预减 这就不惜选用成本高一点的进口海产了 这也是为了维持铺铺 十几年来的口碑 废话少说了 新鲜可以上菜了 至少在日本很流行 我们日本人都很流行 最后有些油酱的香菜 让它味道很香 说到手握壽司 有些人因为鱼山口感敬而远之 而又有些人视为人间美食 手握壽司的成功关键 除了味道之外 入口即溶的口感 更是必备条件 新鲜用石烧 将鱼的油脂盖出来 一入口 鱼在口腔里面和粗饭巧妙的结合 就像妈妈那碗猪油拌饭一样 不但将受压寿司的层次提升了 它在我的口里面就真的好像种了化骨棉杖一样 超正啊 很习惯 改变红色的味道会比较清爽 沙拉的部分 里面的海藻和芝麻酱都由日本进口过来 搭配海藻的口感会不一样 这里鱼山沙律的配菜和酱汁 都是新哥亲手研发调配的 不配豉油和芥末 而是搭配用麻酱做基础的酱汁 口味都相当经验 紫菜就是选用日本进口更爽脆 全台湾日本料理超过一千间 想吃这一味都真的不容易了 炸鸡块一定要用鸡腿肉 吃起来会比较鲜 腌制起来炸过之后不会彩 粉是蜜蜜 这里炸鸡好像很面善 让我想想一下 对了我记得了 这不是台湾夜市一定会点的鹽酥鸡 炸完再配上九层塔这种吃法 台湾人肯定不会陌生 但用台湾小食当日本料理 是不是很妥? 吃过之后你又会大大改观 特别调配的日本面包糠 所煮了顶级鸡腿肉的肉汁 鸡肉的甜味完全释放 奉劝各位千万不要点胡椒盐 因为这样太浪费了 很多人不喜欢吃炸的东西 把炸虾和生菜包成寿司一样 吃起来口感的脆度和香度又不一样 海鲜食原味最能表达日本料理的纯粹 但是吃得多都闷 创意的新吃法 不单只可以提升食物的原味 是一餐充满惊喜美国的响宴 谁说漫画经历时代变迁逐渐凋零? 我反而觉得它处处充满惊喜 回台湾下飞机就来吃了 巷弄美食 真的 厉害 好吃 我都不好意思 吃给你看了 这个店是一像奇迹一样的店 自从来过这里之后 我们常常来 因为好东西要分享给大家 要来喔 我跟这个老社区说好吃的菜太多了 我在这里做 尤其我乘来 不是怎么说的 就是要吃 所以我在这里做阿谷 就是要求一件事要新鲜 外面的日本料理 特别是寿司 炒糊弄 蛋包饭 这种东西我都可以去做 因为这种东西是四个都吃得到 所以在我才吃的 我来说是没有人法 在我才吃的 在外面真的吃不到东西 独特的料理方式 令到人生在漫画市场的日本料理 展示出万甲人不认输的气魄 有别于台北的黑板印象 漫画用和世代不同的生活方式 展现出属于它的价值 高档美味 配搭更贴地不过的场景 交迹出冲突 但就充满共鸣的氛围 地道的台式早餐 一事难忘的茶饮 精挑细选的住宿 令人流口水的美食 和令你乐极忘形的好去处 只想去台北有超过100页精彩推介 还不快去指想旅行网站 免费下载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